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研究生举牌反对校园防疫政策遭开除 旅美艺人士纽约中领馆外绝食抗疫上海封城 中方表示乌克兰方面要求北京促核 中共想当核式佬被批投机 欧盟批评中国所谓中立立场 是为替俄罗斯宣传 美国国防部关注中俄灰色地带行动和网络攻击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月5号是清明节 昔日繁华的大上海在面对疫情而严密监控下 正被恐惧 愤怒和绝望的阴霾笼罩着 上海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据上海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 经历一周的严厉封城之后 上海疫情数据不降反升并再创新高 周一 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超过13000例 比前一天全国的确诊病例总数还多 由于疫情持续恶化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周一晚间发布消息 称全市将继续实施封控管理 严格落实足不出户 但声明并未具体说明 上海封控持续到何时为止 因为连续多日的严厉封控措施 已经引发很多次生性灾难 民间也已经累积大量的焦虑 愤怒和绝望情绪 近日 一则关于清华才女李厂 在上海某康复医院 因疫情强控措施 无人护理而去世的消息 在微信群里广为传播 据知情者透露 身为70后的李厂 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后留学美国在硅谷工作 事业有成并育有两个孩子 2018年 因先生在上海创业 李厂回国定居于上海 去年 李厂因突发脑浴血住院治疗 后在上海一家康复中心 接受康复疗养 由于上海疫情突起 3月底 防疫管控措施加强 李厂所在的康复中心 发现有阳性病人 因此所有人被要求隔离 包括护理人员 李厂的丈夫要求和妻子一起隔离 但不被允许 护理中心许诺另外安排护理人员 但是一个护理人员需要管理十几个病人 而负责离场的人并不会吸谈 仅仅一天之后 尚未恢复语言功能的离场 因无人为他吸谈 最后窒息而死 据悉 院方给家属的 只是一个死亡并以火化的通知 连尸体都看不到 在官方持续封城政策之下 普通上海民众也在苦苦挣扎 住在普西杭头镇赫沙弄的一位居民汪先生 告诉本台记者 他们当地从26号开始被封闭 中间只有4月1号曾有几个小时允许出去买东西 但当时商店里已买不到任何食物 随后小区即被封闭至今 社区只送过少量食物 汪先生说 关于核实解封 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 今天汪先生所在的小区 对面一栋楼发现有一个阳性 官方要进行封楼 而小区居民对此抗议 一幢楼的大门要把它封起来 对于目前人们因封城而产生恐慌的状况 汪先生说 上海人不是恐惧病毒 而是恐惧封城 没吃没喝 谈到上海目前就医困难 门诊不接收病人 一位网名林霜的普系居民 告诉本台记者 他就是一名实际受害者 面对上海当前疫情爆发 林先生说 病毒并没有被封控住 只是当局把人都封控住了 现在的疫情防控 已经完全变成政治任务 而不是依据科学 据香港中文媒体端传媒4月4日报道 上海浦东一位一线抗疫医生受访时表示 当地医院已经不看病 不治病 而是将医生派出去做核酸检测 医院只留一些危重病人 该医生还表示 因为疫情风控去世的患者 比病毒本身致死的可能更多 为了解上海医院真实情况 本台记者五号夜间 致电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要求转接急诊部 急诊那边关着 我没地方转了呀 值班人员说 急诊部是五点半后才关闭的 肯定是有状况了才关的 五点半以后关的 关到现在好吧 记者追问到底是什么状况 上海的状况呀 有阳 有阳 我说了 现在说了够确切了吧 记者随后致电多家医院 和老年护理中心 有的无人接听 有的说医生都去做核酸了 也有的说早已不再接收病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因应疫情变化 中国大陆不同的地区 先后出现封城 封社区 封校等防疫措施 山东烟台有大学的研究生 因为反对校方的防疫政策 并在校内举牌抗议 近日被校方开除 该名学生接受本台专访时强调 自己只是行使言论自由 一下是记者高峰的报道 引发关注的学生孙健 就读于山东烟台鲁东大学 3月27日下午约5点 他突然独自在校园内举牌行走 我的举牌 这个牌子呢 是一个木棍 加上一个灰色的印子刻 就是纸箱子 才点成的一个牌子 正面写的是鲁东大学 鲁东解封 解封您知道是哪个解封 是吧 版面是四句话 我颠绝反对封校 颠绝反对如此高频的 全员核三检测 颠绝反对对学生 实施如此严格的管控 坚决反对校方一切 以防疫为至上 接受本台专访的孙健回忆说 当天他从学生宿舍出发 在大学南区和北区校园内 举牌 沿途受到校方人员阻挠 整个过程历史约20分钟 研究生公寓出来以后 我走了三分钟左右 我就被学校的一位老师阻拦 又走了一段路 又来了学校的两名保安 开着那种电动车跟着我 其中一名就是问我个人信息 也是劝我不要举牌 另一名拿着手机跟我录像 一直走到我们鲁东大学北区 鲁子湖以后 就是另一个老师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就是试图劝说我 包括问我个人信息 后来我听有个人说 要把我的牌子夺下来 此时我就开始跑 他们就在后面追 跑了没多久 我就另一名老师就一个飞扑 直接把我按倒在地 同时把我的手机给抢走 两名保安 还有一名老师 把我押到学校的 一号办公楼的门卫那里 38岁 在网上使用本名孙富贵的孙建 本是鲁东大学 中国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四天后 校方发出文件说 孙建从去年12月开始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对国家山东省烟台市和学校疫情防控措施的不实和不当言论 仅多次批评 批评教育仍拒不改正 举牌第二天 从公安机关接回校内隔离期间 孙建继续透过社交平台发布他在校内举牌的影片和相关言论 校方以孙建公然反对和抵制校园规定 严重扰乱校园直序为由 决定开除他的学籍 孙建早前曾向鲁东大学写公开信 形容自己上的不是大学 而是看守所 他向本台表示 校方的防疫措施为学生带来极大困扰 不好的是显而易见 像我们鲁东大学的学生 特别是年轻人 他的生活的日常高度依赖于快递行业 比如说网购是成为他们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现在学校一刀切 说禁止网购 这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我从2020年到现在一年半多的时间 烟台没有疫情出现的时候 网购大学也大部分时间实行封校措施 学生也抱怨学校内物价高 餐厅也不能吃饭 必须去餐厅买完饭 回到书舍吃 图书馆全部封闭 不准在图书馆学习 这些都给学生造成了困扰 在他眼里 校方对于教职员和学生并非一视同仁 教师的家属 他可以自由出入 就可以进学校 也可以出学校 鲁东大学的外国留学生 他也可以自由出入校门 唯独鲁东的学生 他是严谨鲁东学生出入 全员核三检测 我个人也是不认同的 烟台确实出现过疫情 但是问题是校园内他没有出现疫情 全员核三检测 对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过度的防疫措施 反而给学生補充了恐慌 孙健遭校方开出 在网上引发讨论 有人认为校方证据不足 有人则认为孙健为自己提出不同意见 付出了沉重代价 我整个这次行为 我认为纯属言论自由的范围 朋友问我为什么在举牌的过程中戴口罩 我这个戴口罩的意义在于 我要告诉所有人 鲁东大学虽然他的防疫政策 我有诸多不满意或者不认同 即便如此 我还是遵守了你现阶段的所有的防疫规定 一方面我确实遵守你这些 我不认可的防疫规定 但另一方面我要告诉你 我实际上对你这些防疫政策或者规定 我是不认可的 我当然预料到鲁东大学会处分我 或者开除 我预料到这些后果 具体什么后果 这个是我无法预料到 我觉得人总需要说话 总需要发声 你不能不让人说话 孙剑说 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 并计划向鲁东大学提出申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高芬香港报道 随着中国当局在上海实施的 封城防疫措施愈演愈烈 海外的上海民族党负责人 和安全及该组织的成员 从4月4号开始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外 展开为期三天的爵士抗议活动 详细请听记者孙诚的报道 何岸全在4月5日清晨告诉记者 他正身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对面街上的帐篷中 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进食了 在这期间 他只喝了一杯用于预寒的咖啡 在谈到现场的气温时 他说 现在的温度是摄氏吧 九重 说冷当然也是冷了 但是还没有到冰点 从4月4号早上开始 何岸全停止了除补充水分之外的 一切进食活动 他表示 他从4月4日开始的绝食活动 将会持续三天三夜 在谈到这样做的目的时 何岸全说 作为一个上海人 在2500万居住工作 出生在上海的上海市民来说 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以这种方式表达 对他们的一个声援 对他们的促进的担忧 自从中国当局在上海进行封城以来 当地出现了病人 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去世 年幼子女和父母 因防疫政策骨肉分离 食物价格飞涨等现象 此外 也有网友表示 自己的租客在封控当中 因为精神崩溃而跳楼自杀 何岸全谴责了中国当局 在上海的行为 说道 中国政府在上海进行的封城政策 相当于一个屠杀 因为已经造成了上海市民的得不到医治死亡 或者说由于情绪的崩溃 自杀等各种悲惨的事情已经在发生 上海民主党成员王李进 也是本次绝食活动的参与者 与核安全共同度过了绝食活动的第一个夜晚 王李进香记者介绍说 白天的绝食活动都是由核安全艺人进行的 夜晚则会有上海民主党的成员 自愿陪同核安全一同绝食 他表示 在夜晚进行绝食感到又冷又饿 并讲述了他参加绝食的理由 根据上海卫健委公布的数字 4月4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6例 及无症状感染者13,086例 目前中国当局已调遣外地武警 进入上海进行戒备 核安全表示 他将继续在纽约中领馆外绝食 直到达成绝食三天三夜的目标 他表示 进行绝食抗议 是为了对中国当局表达愤怒 作为一个战海的同胞 我想我能够做到的 我也应该做的 就是无论是天气的严寒 还是酷暑或怎么样 都应该站出来 为战海市民呼吁 此外 核安全和王李进表示 在绝食过程中 他们曾遇到有人从中领馆出来 对他们进行拍照 记者也为此向纽约中领馆 发出电子邮件 试图询问相关情形 截止到记者发稿时 邮件人未得到回应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孙城 旧金山纽约 连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乌开战后 中乌外长进行了两次通话 中方仍然没有对俄军的暴行表态 只表示乌克兰外长希望北京能够发挥调停作用 王毅还宣称 中方的态度就是劝和促谈 有学者认为 中方至今不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时入侵 选在俄军败阵撤退时 才愿意扮演和平使者 分明是投机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4号晚间发布新闻稿指出 外长王毅应约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于4号通电并称 库列巴表示 乌方重视中方的国际影响和声望 愿同中方保持沟通 希望中方继续为停火指战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外交部新闻稿指出 王毅说 中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基本态度就是劝和促谈 中国不谋求地缘政治私利 没有隔岸关火的心态 更不会做火上浇油的事情 中方欢迎乌俄和谈 困难再大 分歧再多 也要坚持和平谈判大方向 直到弹出停火 弹出和平 王毅还称 中方认为 因本着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 通过平等对话 真正建立均衡 有效 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中方愿意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两个人上次通话是在上月的1号 当时顾列巴也曾表达中国为停火展开斡旋的期望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北京从一开始就站队俄罗斯 在冬季奥运 习近平与普京签了20多项 有关于能源和金融等协议 在开战的时候评估俄罗斯会速战速决 现在战事拖过一个月 此时抛出愿做现成的合适老十足 是个机会主义者 林廷辉说 中国外长跟俄罗斯外长屯息的会议之后 才跟乌克兰这方面来讲来进行通话 而刚好这个时间点也正巧是 俄罗斯在乌北跟乌南的部分 陆陆续续撤军转进到乌东的时候 林廷辉并指出 习近平可能评估自己未来在战争结束 国际社会对他和俄罗斯挂钩会有所追究 而采取比较机会主义的做法 试图跟乌克兰建构出另一个关系 表达自己在乌克兰的事件上站在比较公正 不偏袒一方的态度 但为时已晚 林廷辉执疑 到现在为止 中国还不愿意去提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的一个词汇 大部分的国家都认为说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中国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还是在讲这是一场战争的概念 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基础立场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是一直在强调和平 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就是 这场战争是俄罗斯发动的 到底他所谓的解停人还需细停人 他是在讲美国 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应该他去遵促 俄罗斯要停止战争 撤出乌克兰的领土 这个应该是中国应该要做的事情 至于和谈的部分 林廷辉说 中国到底能不能使上力 能不能够担任协调者 看起来到目前为止 中国并没有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反倒是北京虽然自称不会火上浇油 事实上看到北京实际提供俄罗斯资助 是不是还是在做火上浇油的概念 林廷辉反问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 以及不察发现了超过300名乌克兰平民百姓 遭到俄军屠杀一事 是不是给予谴责或是新的经济制裁 中国的立场在哪里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沈明氏 接受自有亚洲电台采访提到 中国过去在美国贸易的制裁下 采取战狼外交 处于国际孤立的状态 尤其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中共不管在联合国投票 或是在安理会投票 虽然弃权 但是很明显偏袒俄罗斯的立场 沈明氏说 随着俄罗斯的这个战况失利 他也感觉到说 如果他不再拉拢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或开发中国家 恐怕将来如果他也面临类似情况的时候 恐怕也会更加的孤立 或者是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所以你看到 王毅不管是到印度 或者是很多相关的国家 他其实主要用意就在这里 就是希望能够弥补或者是挽回 他因为部分支持 不完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出兵 所面临的这个外交的颓势 沈明氏提到 乌俄过去关系紧张时 中共曾经承诺乌克兰要给予延伸吓阻 就是乌克兰没有了核武 如果面临危急的情况 中国愿意协助 可是从这次的战争 不管是战争刚发生时 中国网军攻击乌克兰政府或是军队的网站 或是传出中国可能支援俄罗斯在粮食 弹药或是武器上 都让乌克兰觉得中共明显偏向俄国 你可以看到乌克兰他的对话 其实意思是说 是要求他不要站在俄罗斯那边 中国的这个外长王毅 他讲的话都其实都是空话 什么鼓励以外交解决 什么和平解决 那都是空话 因为他只要明确的说 我鼎力支持你 然后你愿意需要什么样的武器系统 都可以协助你 那是比较具体的 沈明氏指出 中共面临内忧外患 包括疫情在上海等地扩大 还动员部队救援防疫 加上习近平面对 二十大内部权力紧张 以及美日澳在印太演练 他根本没有余力协助乌克兰 所以他只能讲一些口头承诺的话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不查阵 对平民滥杀无辜 表达愤慨 但中国却认为是炒作不查事件 因而继续为自己在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辩护 欧洲联盟对外行动署 反虚假信息机构日前发表文章指出 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自成中立 但实际上中国媒体传播 俄罗斯散布的阴谋论 将责任归咎于美国和北约 中国驻欧盟使团则批评说 该文章刻意扭曲中国的主张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向前请听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欧洲联盟对外行动署反虚假讯息机构 4号在其官网上发表 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走平衡目的文章 认为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 自称是中立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中国媒体和官员们已经明确表示 不能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要怪罪西方和北约东扩 而且忽视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忧虑 中国的做法凸显出 关键不在于乌克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在于美国和西方有多糟糕 在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之前 中国就将自己定位为中立的旁观者 欧盟表示 但最重要的是 中国从来没有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公开承认的迹象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中国又明确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呼吁 中国官员也拒绝入侵一词 认为是典型的西方歪曲事实 不过欧盟持平的指出 唯一经常使用入侵这个词的中国官方媒体是 面向全球播出的新闻国际传播机构 中国环球电视网 即便面对不查大屠杀 中国地方电台的海外台到目前为止 干脆对事实置若网闻 或者报道俄罗斯否认大屠杀 并指责乌克兰 唯一的例外还是海外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它提供了更完整的报道 虽然没有谴责俄罗斯 与此同时欧盟还表示 中国声称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但这又很容易与台湾联系起来 因此中国有大量关于此一主题的坚定立场声明 强调台湾不是乌克兰 国家控制的媒体和官员也指责台湾利用冲突 以引起国际关注 欧盟指出中国还从克里姆林宫的剧本中借用其他的叙述 强调美国正在运营不透明 而且危险的军事生物实验室的阴谋 这也被中国用来转移自己的新冠疫情起源 中国还创造虚假信息说 美国情报部门支持乌克兰的新纳粹组织 而通过转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新闻的文章 中国媒体提供了一个平台 使得受欧盟制裁的卫星通讯社 有了散布这些阴谋论的出口 然而欧盟也公平地说 中国并没有放大俄罗斯的所有虚假信息叙述 而且偶尔也会出现分歧 特别是在人员伤亡和物质的损失方面 中国这一自相矛盾的立场 实际上是延续其一贯做法 欧盟对外行动署指出 从危机初期就已经观察到 中国官方媒体与克里姆林宫的言辞一致 中国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 严重依赖俄罗斯的消息来源 最终乌克兰战争是被中国用来 在更大范围内继续宣传其对美国和西方世界 耳熟能详的抨击 对此 中国驻欧盟使团5号发表声明 指责欧盟对外行动署的文章 刻意外曲中国的立场主张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就压着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面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日益增加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官员周二表示 将要求美国特种部队和网络司令部 为应对中俄挑战做出更多的贡献 对抗对手在灰色地带的活动 此外 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 正式启动以应对新的网络安全问题 今天本台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4月5日举办的听证会上 掌管美国特种部队作战及低强度冲突的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麦依尔就表示 当今的战略环境复杂多样 面对来自中俄以及其他对手的挑战和竞争 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和国家安全机构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具备适应性 创新性和敏捷性 麦依尔说 在当今的安全环境中 中国是对我们步步进逼的挑战 俄罗斯是我们盟国和合作伙伴的直接威胁 我们还看到对手在灰色地带的行动 即避免引发美国常规军事反应 低于武装冲突的水平的活动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克拉克也表示 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 继续在灰色地带采取强硬行动来操纵全球 因此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与国防部的其他部门 应该保持协作 确保有效运用军事力量跨区域行动 面对中俄等战略对手在全球范围内追求优势时 尤其重要 他告诉参议员 我们目睹了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 和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恶意行为 以及包括暴力极端组织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团体 试图剥下不稳定的种子 美国总统拜登3月28日向国会提交一份 5.79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 其中包括8133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比当前财年的7800亿美元增长了约4% 拜登在上周强调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竞争 表示除了因应恐怖组织 美国再次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 那就是中国与俄罗斯 国防部长奥斯丁也针对2023财政年度预算发出声明说 国防部的预算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以及专注于中国步步进逼挑战的战略 此外来自中俄的网络攻击也成为重点 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的 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长 钟曾根就表示 中国过去几年的军事现代化 有可能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威慑力量 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的持久战略挑战 北京正通过其日期增强的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影响 钟曾根就指出 此外美国国务院网络空间及数字政策局 在4月4日正式启动 这个机构将通过对政策的制定和协调 来应对新出现的网络安全问题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 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将寻求应对国家安全挑战 经济机遇 以及在网络空间数字技术和数字政策领域 对美国价值观的影响 他的官网就写到 他将促进公平、透明和支持美国价值观的标准和规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聘杰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 超过七成的美国学者赞成应该提供更多武器 以及军援给台湾 而支持美国应对中国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的比例 也在上升 这项调查是在俄国出兵乌克兰之后所做 更凸显其政治意义 有台湾学者认为 调查结果与现行的美国政策一致 今天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 北京对台动武议题成为关注的话题 美国权威杂志外交政策3月31日报道 美国威廉玛丽全球研究所在最近10个月内 针对中国武力犯台的可能性 三度调查对美国各个学术机构研究国际关系学者的看法与意见 对于弱势中国攻台 美国该如何回应 这项调查显示部分受访者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更倾向支持美方在东亚采取强硬的政策 参与调查的国际关系学者主张 如果中国攻打台湾 美方应该采取多项的政策因应 在三次的调查当中 以87%到94%的受访者赞成施以制裁占多数 另外有70%到80%赞成提供台湾更多的武器以及军事的援助 还有63%到72%赞成部署美军到解放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地区 而赞同直接向解放军展开军事行动者则有8%到18% 调查另外发现如果中国犯台 美国该如何因应 专家学者的想法已经出现了转变 且不同于因应乌尔战士的建议 只有2%的受访者赞同 美国应该直接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 相较若是中国犯台 则有18%受访者赞同 显然受访者针对台湾议题的态度更为直接 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 这项针对美国学术精英所做的三次调查结果 跟美国现行政策的吻合度相当高 具有高度的参考性 谭耀南说 更多的武器跟军事援助 这个看起来也是已经落在美国的 台湾关系法的范围之内 平常百分之百 至于美军部署到相关的地区 比如东海 南海 台湾 谭耀南认为这大概也是现行的政策 至于直接向解放军展开军事行动 这一题才是关键 因为美国在这个方面 仍处在战略模糊的状态 谭耀南说 所谓的战略模糊是说 如果中国片面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那么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 美国不会在事前很明确的 把不同的太阳和回应的行动说出来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反映了美国现行的状态 现行的所谓战略模糊的一个政策 谭耀南指出 如果在台湾没有挑衅下 中国直接发动军事行动 涉及到澳大利亚 韩国 菲律宾 日本等周边国家的安全 而且日本也会有事 日本国土也有美军驻军等等 美国势必要讲清楚 台湾军事专家陈国明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美方军援或是贷款 让当地国采购装备 这在乌克兰已经发生 看来有效把俄军打退 但是万一台海发生战争 能不能用军援的方式 或是直接播放军火 给台湾对抗中国大陆 部分的美国官员和学者认为可行 陈国明说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比如说其实在俄军战争的初期 其实外界不看好 乌克兰能够撑下来 那是刚好乌克兰已经撑过 一个礼拜之后 各方的军火才慢慢辞员到乌克兰 看到美国学者说 呼吁提供军火给台湾 或军援台湾 这个我们是固然高兴跟接受 但是我们也不用太乐观 因为万一我方在中国大陆 突然吸取下 上市所有的军事能力化 这个时候外界还会不会持缘 这个有待观察 陈国明提到 这项调查赞同直接向共军 展开军事行动者 有8%到18% 符合实际的情况 至于有63%到72% 赞成部署美军制共军 采取军事行动的地区 美军已经在德国 波兰 北约等地部署 这是美军的常态 但不会介入实际的战事 陈国明说 这个部署跟教授来讲 本身上并没有战争上的意义 比如说俄罗斯的机 美国比如说 中国是部队调动 北约的疫情换防等等 这个是美国说的过去 那假设比如说中台紧张 美国比如说加派 一个中队的F-22 前驻留球 这个也是他的军事调动 但是他没有直接跟中国对抗 但是他可以 增派兵力来亚台 以防台湾有事 这个军事调动 他是美国常常在调动 而且美国往往 可以直接从美国本土调动军力 可能在一天之间就到达 就冲城出去 所以他们的远程的调派能力 是不容小觑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花台北报道 面对经济持续衰退 中国政府又回到了地产泡沫老路 首次有城市同时放宽 楼市限购和限售 有分析预期 中国政府这个季度将持续出台 稳定楼市的政策 却未必能够显著刺激房地产市场 请经济记者高峰的报道 中国大陆楼市的调控逐渐放宽 浙江渠州市住建局日前发布通知 非当地户籍的家庭 个体工商户和企业 购房政策与户籍家庭看齐 不再需要提供一年社保证明 效果相当于取消限购 而且日后新建的住宅不再限制出售 使渠州市成为中国大陆 首个同时取消双限政策的城市 广东省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 韩世同估计 渠州的新政策会构成骨牌效应 渠州是一个很浙江四五线城市 他们的市场楼市的这个低迷 可能对经济对财政各方面影响会比较大 其他的这个意义就是说它实施了 但它现在又解除了 形成了带动效应吧 或者叫骨牌效应 那么就会有很多的城市会跟进 限购限售 对市场上行期的时候起到这个抑制作用的 但在这个降温和低迷的这个状态下 它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这个市场的服输 取消了其实如果不伴随着大规模的金融的宽松 那么实际上这个市场也是很难有这个快速复苏啊 快速这个回温的这样子的现象的 这个现代的政策是没有太没有太大的规模放开的 所以其实对开发商的这个信赖 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 还是比较紧的 就算是炒楼的人他想买 他光用自己的资金 他的风险也非常之大 美资投资银行花旗相信 中国大陆为了达到今年经济增长5.5%左右的目标 接近到了政策的转折点 譬如推出更多支持楼市的措施 选项包括进一步放宽按揭和地产开发贷款的规定 放宽限购 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等 韩世彤认为 曲州撤销双线 反映了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诉求和目标不完全一致 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机构 终止研究所的统计显示 今年首季中国大陆已有超过60个城市 推出稳定楼市政策 预期中国中央今季度将持续出台稳定楼市政策 估计未来仍有一定渐息降准空间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则认为 受制于清零政策等因素 取消双线等政策对刺激楼市作用有限 各个行业的整治从严的监管 大家普遍的预期经济会下滑 这样不要说买房子 就是对于汽车高单的消费都会有影响 清零政策 长三角 左三角 广东这影响非常大 放松限购 限售 真正的对房地产的影响可能有限 放松限税 大家还担心放松限税 它是今年是暂时不再推这个试点了 但是它未来肯定是要推的 所以这个也是对大家购房有影响的 香港经济师彭矮导表示 松绑政策有望一定程度上增加部分中国城市居民的购房意欲 他估计中国大陆今年房产销量有望反弹 但住宅价格只会平稳发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资企业文泰科技去年打算收购 英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纽波特半导体制造厂 结果被英国首相叫停并且要求审查 近日有报道指英国政府已经悄悄通过了收购案 虽然英国政府和收购方其后否认 但事件再度引发中英的舆论战 详情请听记者吕希发自伦敦的报道 由中国半导体企业文泰科技选择拥有的荷兰安市半导体公司 去年7月计划以6300万英镑 收购位于英国威尔市的英国最大芯片制造商纽波特半导体制造厂 这个芯片制造商和英国政府有多份合同 包括承接英国国防相关项目交易案最初 获得英国商务大臣花西科沃腾批准 引发朝野忧虑 担心英国领先的芯片开发和生产商被中国企业接管以后 关系到重大经济和国安问题 英国首相约翰逊去年7月7号 下令国家安全顾问斯迪芬·洛夫格洛夫审查交易 相隔8个多月 政治新闻媒体Politico报道 指英国国家安全顾问已经得出结论 认为收购交易可以推进 并指出英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干涉交易 消息一出即使引来英国朝野关注 批评英国政府悄悄地通过交易 让中资企业收购具有战略意义的英国科企 不过英国政府和收购方安市半导体公司 都否认收购案已经获得批准 值得留意的是英国自从今年1月4号 实施新的国家安全和投资法案 授权内阁大臣审查和阻止 可能损害英国国家安全的外置收购案 并列出17个敏感产业 当中包括了量子科技产业 被问到有否以新法审查纽波特半导体制造厂的交易 英国政府只表示正在考虑个案 暂时没有定案 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周二针对事件发表报告 表示曾经这事件多次向不同政府部门发信 最后得出结论 认为按照目前的政治所见 只能判断国家安全顾问 并没有按照首相要求 对交易案展开审查 出行英国政府跟进事件 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表示 过去一年多以来 委员会一直对收购案表达忧虑 而国家安全和投资法案已经实施三个多月 却仍然没有被动用 呼吁英国政府使用法律工具 对收购案进行审查 以下我同事读出 半导体对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至关重要 而纽波特半导体制造厂 是我国领先的制造商之一 它被安市半导体公司收购 使许多人疑惑 为什么我们似乎正把关乎国安的基础设施 交给了与中国政府有明确联系的海外公司 我们国家的长期安全 不仅取决于我们的物装部队 还取决于我们经济的韧性 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谓短期利益 而牺牲未来的稳定 以对华态度强硬建称的 英国下议员伊恩·史密斯就形容 这是保留纽波特半导体制造厂 技术的关键时刻 以下我的同事读出 我们必须从中国手上夺回 对战略产业的控制权 短时的出售关键的基础设施制造厂 将使我们完全依赖北京 自由亚洲代表记者 旅希英国伦敦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自从2017年开放生二胎后 国家鼓励女性取出宫内的节育环 且原有中国的女性没那么幸运 直到现在都无法取出体内的金属环残留 或是因为节渣的输卵管弥烂 导致器官切除 中国政府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对待这些一生都难以承受 后遗症的中国女性的呢 本台记者郑重生制作了两集独家特别报道 子宫性党的寄生悲剧 下面请听下集 现年58岁的锦丽萍 一个人住在北京市郊的围楼 有孩子等于没孩子的孤苦人生 要从30多年前 她生下第三胎说起 1990年 锦丽萍躲回娘家生下儿子后 采满月回到甘肃的婆家 寄生小分队就追上了门 强迫的 那时候就零年有一次大清查 那天晚上 夜的她就把我抓回去 就做了手术 做手术的当时 她也不给你身体 也不给做检查 也不做任何的处理 我的这个 而且是她还做的 孙丸管做节渣手术 做过了以后 她又给我放上的金属夹子 也是一种节渣的方法 上了银家后 她只要有性生活 就会昏迷 第一任丈夫因此和她离婚 带走了儿子 她后来两度重组家庭 身体状况依旧没改善 同样以离异收场 就是孙丸管发炎积水的 就是腰疼的 就不能动弹了 不能动弹了 2013年就没条件治疗嘛 就别人给我 给了些消炎药 这些吃着就算 把命就转过来了 2017年的时候 晕倒到 就是马路上的时候 扫马路的人 就把我送到医院了 就是一查 就是说有问题 但是上医院去一说了 咱们就是 我就是从节肝完了 就这个样子了 一说节肝完了这个样子 人家就 大夫就不愿意听嘛 不管哪里的医院 只要是跟说节肝有关系的 人家就不愿意听 也就不给你写病例 景丽萍的情况 难道不是节育手术的后遗症吗 甘肃省卫健委2020年 在她多次的要求下 总算发出了官方鉴定文书 判定的结果是 不属于节育手术后并发症 而这和第三方的鉴定机构 得出的结论不一样 景丽萍自己委托了 北京云治科建中心 帮她做了法医学鉴定 这是一家北京市工商局立案的 合规鉴定机构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是属于节育手术的并发症 不过按照中国的计划生育手术 并发症鉴定管理办法 甘肃省于中县 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才有权负责 景丽萍的并发症鉴定管理工作 而官方出具的自主鉴定报告 才有法律依据 甘肃省卫健委一名正姓工作人员 就在电话中间断告诉记者 景丽萍是不接受这样的说法的 他说甘肃省卫健委委托的专家 所做的报告避重就轻 他还要上诉申请复议 而像景丽萍这样的案例 过去在山东帮助许多 计生政策受害者维权的中国人权人士 陈光诚看过也处理过太多的类似例子 他就告诉本台 计生政策映照出中国根本是法治沙漠 过去以暴力手段执行计生政策 中国多个省市都出现过 这是用权力耍流氓 出了事流氓又怎么会负责 在中国党管一切 包括生儿育女 而为了解决长期一胎化造成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2017年开始 中国政府鼓励妇女取出节育器 也就是节育环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这个女性上环世界大国 已经出现取环比上环人数多的反转 是40多年来首次 时间是2019年 中国女性取环的人数达325万例 超过了上环的301万例 但安徽的藤优霞却不是那325万分之一 她多年前的取环手术失败 导致金属环残留已经进入脏器 到现在都还没有机构愿意帮她动手术 她的丈夫李凯就指控 1997年藤优霞做的取环手术没做好 如果不是2016年 他们到了北京中央卫健委上访 都不知道樊超县早已经上报 藤优霞取环手术未完成的报告 国家还把相关的预算都下发给了地方 但是他们夫妇俩一毛钱都没拿到 因为金属环残留 藤优霞已经摘除了子宫和卵巢 还做过膀胱悬掉手术 夫妇俩求住过安徽 江苏与上海多地的医院 却遭到樊超县政府暴力绑架 不让他们就医 中国有媒体报道过 他们夫妇俩求住20多家医院 取还无门的处境 一个人在上海打工的离开 现在只能把照顾太太的工作 交给在老家的独生子 我们这个家不成家了 我希望就是做的事要扶着 对不对 你离我们的家庭造成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 面对这个事情应该及时解决 而不能一途再途 拿老百姓的生命来 自己往上爬的一个阶梯 他顾别的干部就联了 就是我们这个要求 把手术做掉 而截止发稿 本台多次拨打安徽省卫健委 安徽无胡市卫健委的电话 都无人接听 上环 结扎 银产 流产 这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 中国女性这40多年来面临的四数 到底有多少的四数受害者呢 官方的数据显示 中国1980年到2009年之间 至少进行了6亿次的四数手术 中国就有文献推断 即使按照最理想的状态下 哪怕只有1%的后遇症发生率 就是600万的中国妇女 像景丽萍和藤优霞一样 落下了一身的病痛 这还不包括中国官方统计中 没有公开记录的绝育针受害者 就如同我们上集报道提到的 湖北省的彭东湘 中国妇权创办人张金就说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就像一条锁链一样 一直套在中国妇女的脖子上 从来就没有取下来过 他呼吁中国政府要解密数据 并且修法置地合理的 寄生手术并发症国陪办法 资料公开 然后问责 然后国陪 中国也有那么多钱 少放一颗飞蛋 也能省下很多钱 赔给这些妇女了 而且包括那些女性团体 包括全国妇年 他们应该来做的事情 中国的人口问题专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更说 中国根本就该修宪 删除计划生育政策 作为基本国策的条款 也不该由国家去推动 三海政策 这个三海政策 本身就是非常的滑稽 非常的荒唐 是对这个政府的一件嘲笑 你计划生育没完没了了 如果政府不策略的前天错误的话 你不前天错误 你怎么能够究竟错误呀 你怎么能够改变那面生育观念呢 情况确实是如此 景丽萍就哭喊 像我这样一样的家庭的 一看到这种情况是 被计划生育 烙成这个样子的 没人敢生了 确实没人敢生了 你政府说话不算数 谁敢给你报销国家呀 谁敢报销你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 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路透社报道 由于俄乌战争 影响了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 中国近期转向美国 购入了上百万吨玉米 这是近一年以来 中方从美国购入的 最大一种农产品 报道引述美国农业部说 中国购入了 108.4万吨美国玉米 其中大约67万吨玉米 预计将在2021至2022年度 运抵美国 其余约41万吨玉米 预计将在2022到2023年度运抵 乌克兰是全球玉米出口第四大国 也是中国玉米进口的 主要来源国之一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 中国去年从乌克兰进口了 824万吨玉米 占总进口量近三成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 引述知情人士说 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恒大集团 上个周末 与一些最大的境外债权人 就推进重组谈判达成了协议 报道引述知情者说 恒大在今年春节后 与境外债券持有人成立的 一个委员会进行了接触 上个月 恒大披露银行强制执行了 他们的一家子公司持有的 20多亿美元的资金 恒大随后在向海外债权人 通报最新情况的一次通话中表示 他们正在努力从第三方投资者那里 筹集新的资金 福布斯杂志星期二发布 2022年全球亿万富豪榜 中国亿万富豪的人数较去年有所下降 几年前还曾是中国首富的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在今年的中国富豪榜上跌至第九 最新的榜单显示 受中国股市震荡影响 今年中国内地亿万富豪的人数为539人 较前一年的626人有所减少 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 以657亿美元的财富蝉联中国首富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 以500亿美元的财富紧随其后 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以372亿美元的财富名列第三 各位听着 这次的亚带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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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